没办法呀 现在外面都乱成一锅粥了 这样下去别说缴货了 连阻止生产都呢 华卖办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想不到 这些个刁民居然这么难合作 情况怎么样 他们愿意配合开工吗 他们都都说办不了了 那我怎么办 我得何愿意这么办 别计划买办 我这有办法 他有什么办法呀 他要是有办法 就不会这么做在这里 石老板 这个单子我看你没有能力做 我还是去找别人合作吧 要不然造成的损失 谁也担不起 别别别走别走 小小劲 别走啊 别别我 爹我现在给他追回来啊 行了不用睡了 就算把他追回来 能够解决问题吗 你给我去一趟朗家 想办法说服朗月轩和他爹 看看有没有办法 让他们全盘接过我们的订单 我 或许 还能够挽回我们一些损失吧 不 爹 这方案本来就是我偷的 你现在让我找他们收拾烂摊子 他们能帮我吗 那就想办法动动你这个猪脑的呀 你跟朗月轩不是好兄弟吗 我 我 我 朗老板 好 月轩 你也在呀 朗伯父好 月轩好 你们二位这么正中歧视地来 还真让我有点不适应啊 月轩 别在这儿取笑我们了 你知道我们来找你干吗 朗伯父 我错了 现在只有您能救我们了 哦 是的 朗老板 朗老爷 朗大九星 我是来求您出手 拉我这一把 这个胆子砸了 我可真没脸回去 整个溃洋城以后的买卖就算了 祖 朗伯父 华买办严重了 迪温他是无知小儿 我怎么会生他的气呢 生意场上本来就是利益当头 何为对错 只不过这昆阳城的胭脂生意 不在乎大小 只在乎平衡 这种平衡一旦被破坏 无异于是杀鸡取卵呢 朗伯父 不瞒您说 因为这个订单太大了 分包合作 工序繁琐 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 可是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掌控的地步 每过一天都是在拖垮我们 资金紧缺 人员不够 现在我们施家已经没法正常运行了 迪文尔 你爹最近身体还好吧 他 他正安抚工厂里的工人们呢 胖子 还真不是我说你 你说施伯父那么大岁数呢 还为了你的错误四处奔波呢 你这多让他老人家为难啊 对对对 你批评得对 宇月轩 我知道你还在怨我们 是我有错再现 都是我不好 这样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就帮帮我们呗 是啊 朗老板 现在不是施行路一家的问题 是整个溃洋城胭脂液都混乱了 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当日你在商会里和施老板签订了合约 得到在场所有人的认可 现在他把事情搞成一团乱麻 我又何德何能收拾这个烂摊子啊 月轩 你那么有商业头脑 而且这个方案本来就是你想的 你肯定有解决问题的万全职策 月轩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 你第二第三方案到底是什么 爹 这件事情啊 咱们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这单生意做不成 我想受影响的不止他们一家 我相信整个溃洋城的生意 都会受到影响 这以后啊像这种大的生意 谁还会找溃洋城的城而合作 对对对 月轩说得极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现在合作的小商户怎么办呢 大家都怨声载道 搞不好还要闹事的 爹我是这么想的 现在合作的商户呢 我们还继续合作 只不过在条例和规矩上 要细节化 还要有严格的监管和验收 让他们尽量的减少损失 但是产品的合格率 我们一定要保证 另外就是交货的时间 我认为我们应该另筹一笔资金 然后再从外面进一些原料 这样双管齐下 两条退走路 想完成这笔订单 还是很有喜好 约选你菜市最好的生意 合作货板 朗伯父 我替我爹向您赔个不是 我保证 以后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那好吧 华买伴 我还有个要求 从今以后 我们朗家是昆阳唯一的供货商 迪文回去转告你父亲 前期你们已经生产的 那些货物要转给我们的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赶完剩余订单后 估计才刚刚好赶上交货日期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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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快 祝我们合作愉快 谢谢你 谢谢殿下月轩 快点走 快走 我们要赶紧去北交集 爹 恭喜啊 现在不一高兴过早 你马上按照你刚才说的方案执行 切记 不能出现差错 放心吧 我早准备好了 这件事 也算是赛翁失马 因祸得福 最主要的 是给了十几周一个教训 是给了十几周一个教训 小小 小小 你 你你你